民国99年6月2日 路面凹凸不平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造成意外发生 因此当年为了让巴德市民 拥有高品质的用路环境 时任县长吴志阳特别视察巴德公所 办理的三大道路改善工程 希望做到监督者的角色 让工程如期完工 巴德三大道路改善工程 在当时包含茄东路道路改善工程 义勇接至大志路改善工程 以及99年度全市第一小型零星工程 提供用路人最平整的道路状况 时任县长吴志阳表示 巴德市道路因为年久失修 过去总是采行零时修补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无法完全真正解决道路平整问题 因此希望借由改善工程 达到冷控数减量的目标 记者综合报导